这也太好吃了吧 今天是给中秋准备的小零食 先给胖大做一下尝一尝 给你们看 着急吃到 鲜的海栗子本身就非常鲜美 什么都不用加 清洗干净就行 一半克面粉 50克糯米粉 加250克水搅匀 一勺盐 一勺十三香 打个鸡蛋进去 再来一把葱花 一起搅和搅和 由于圈的鲜味比较重 所以需要提前腌制 这还不够 还要再焯个水 开水下锅 等它微微变色就好了 花生用的是清早的大红衣花生 而且只限当季最好的20%做原料 有很浓郁的炒花生香味 是我和胖大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 抱歉 也会是我儿子算要吃到大的味道 就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由于圈意思裹上面粉 蛋液和面包糠 炸成漂亮的金黄色 麦苏里嫩 本身的鲜味也能保留下来 味道简直绝了 胖大哄孕之前就答应给他做蒙古饭 结果我儿子做三个月了我看香 先来敲个椰子 想办法把椰肉取出来 放进破壁机打成椰浆 去煎浸泡的糯米放进蒸笼 大火蒸15分钟 再来切个芒果 胖大前两天跟我说他不可爱了 他马上就要不可爱了 一想到为了要给小朋友讲大道理 就感觉自己已经变成熊妈妈了 怎么会呢 在我眼里你可以比小朋友可爱多了 再给当妈妈的胖大 做杯有营养的植物奶 卡路里比牛奶更少 而且甚至纤维也更高 是非常健康的饮品 很适合爆麻了 这个美帝的面熟悉之弄 可能因为我和胖大认识得糟 我总感觉他还是16岁 就是怎么一上也就当妈妈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火锅底料 比买的火锅味更香 还没那么辣 今天用它做个海鲜 买那么糊 对了 重新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媳妇 胖大 抖音重度购物爱好者 特别喜欢给我买礼物 都是什么刷锅的 刷厨房的 洗衣服的 刷厕所的 都是打送我的礼物 嗯 礼物 哦对了 还有刷奶甜呢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今天我又收到了新礼物 反正我礼物也不差这个 正好今天这顿就挺油的 到时候看看效果 皮鲜豆瓣炒至红油 加一锅鲜汤 加四分之一块自制的火锅底料 小火把牛油熬化 煮一会儿煮出香味 把香料这辣都捞出来 根据奶煮程度依次下食材 一勺盐 一勺鸡精 再煮一分钟 撒上辣椒面和蒜末 浇上热油激发香味 不是帮麦瓜真的太好吃了 最近胖奶为种草了个新吃法 就是先把肚皮切块 然后用牛肉串卷起来 撒上玉米淀粉 放进锅里煎一下 再放调料嘴子处 那就给胖奶做个 番茄方位的升级吧 先把酸末炒香 放入番茄炒猪汁汁 加水烧开 调味只需要黑胡椒和六月星 胖奶现在开始有点水肿了 平日还是要少吃盐 放入金针锅 煮五分钟入味 最后加豆腐肥牛卷收汁 怎么跟我看的不一样呢 好吃 好吃 看 这是朋友们来看胖达送来的桃子 都是桃子 好 今天严肃点说个正事 21号刷到人民日报发布的 郑州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 我就扫码捐了 因为不想发 所以没结果昨天被私信怼了 好在捐赠人信息留的是胖达的饲养员 不然还真的有说不清楚了 我理解私信我这位朋友有过优民 不过工艺募捐嘛 捐不捐晒不晒 其实都是自己的事情 私信问捐就好像 考完试问成绩 发完工具上薪水一样 真的打磕不鼻 但是你要还觉得我这张图是屁的 也可以去郑州红十字会的 军款公司查 看我说的时间对不对的上 总不能有人做好事 还留我的名字对吧 好了资争结束 我去玩 我觉得我不太对劲 有孩子是钱啊 我根本无法理解 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小孩子呢 结果等我有孩子之后 哈哈哈小孩子那么可爱 胖多多热乎乎的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孩子呢 就来了个园地180度大半斤 关键是明明它五官长的吧 我还觉得它挺好看的 是不是床中的缝绿镜啊 感觉就像这个菜一样 你看上去它平平无奇 结果等吃的啥 一锅米饭都扛不住 所以有的时候啊 耳听力虚 完蛋了 这前被胖到做月子 一不小心就把手吃胖了 手也胖了 我就把戒指摘下来了嘛 然后它就不见了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点 不是戒指不见了 而是我和胖的儿子都有了 我居然还没送过他戒指 感觉今天的伙食还不够丰盛 给胖到买钻戒有一半的心血来潮 但电视的话让我好好想想 我和胖到在一起15年了 15年 就以我们俩年轻的生命来说 就已经是半辈子的事了 在这之前 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 和胖到在一起的可能性 我很注定地认为 他的存在理所当然 他就是那个唯一且不变的人 于是好像就忽略了 很多生活中的仪式感 就比如结婚前的钻戒和求婚 就比如我今天这个七节 不过 老夫老妻了 儿子都有了 你现在让我补一个贵地穷婚 别说我尴尬了 胖到估计都能有小扣出个两时一厅的 诶 等一下 我们有儿子 终于让我研究出一个全新的菜谱 待会有人见别人做过 我这周就加更一个玩儿子的视频 在去好骨头的鸡翅里 塞上一个芝士年糕 一起放进锅里 加姜片 料酒去腥 捞出备用 再来调个酱汁 两大勺汉氏辣酱 三勺热生抽 在雪碧一起调匀 锅里倒底油 下洋葱炒出香味 把洋葱发辣出的空间 放鸡翅煎到两个金黄色 倒入之前调好的酱汁 加水没够食材 再放点鱼饼年糕 再加一小包泡菜 撒上把马苏里拉直直 鸡翅裹着诺基金的年糕 这一口下去 我胖已经要铺开始吃了 我要让我们家胖大豆子了 来给大家盖现 胖大的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很奇怪竟然都听懂了 这可能就是老夫老妻之间的默契 把煮熟的鸡蛋压碎 加半个洋葱 开一罐金枪鱼 来两大勺自己做的肉松 这一盆营养就非常全面了 又营养又健康又不长毛 日平人主义的全麦面包 别看是全麦面包 但口感真不错 一波30秒 吃起来会更松软 因为是纯全麦粉 所以热量更低 一个全麦面包只相当于 半碗米饭的较量 但饱腹感还很强 这是胖大上班孩子 第一次给他做这个 感觉怀孕像上辈子的事一样 但这个这么简单 我觉得可以跟儿子善良善良 儿子不给我玩 别让他 生气 整面再缠一缠 一尾泡出血水 把表面的水分砸一砸 裹上一层淀粉 热火下锅间 尽量每一面都浸到焦黄色就可以 锅里有底油 把洋葱下锅炒香 加一大杯红酒烧开 牛尾重新下锅 烤开水 水要一次性的加足 香料只需要八角 桂皮 香液和小茴香 想让菜品看出去就特别好 添加了黑糖糖浆 利用天然的焦糖色上色 所以可以出这种特别红亮的颜色 真的就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调料了 只要加这块酱油就可以一半了